冠心病不要以为是肥人的专利 瘦人一样会有 因为家族性遗传的高胆固醇 和肥瘦无关 究竟患冠心病有没有其他表征呢? 心脉血管其实是冠状动物 这些血管出的问题是冠心病 一般来说,主要血管如果收窄有五成 就定义为冠心病 但五成未开始有病症 因为五成未阻碍心脏的血流 当血管收窄程度到七成 就开始有病症了 肥瘦很高 有机会在眼皮的位置有黄斑的积聚 另外,这些黄斑也可以积聚在根腱位 这些也是肥瘦高的表症 有部份人可能会在脚膜周边有白色的患 这些也是膽护崇高的表症 所以说膽护崇高可以有样看 但这些都是一般在家族性的膽护崇高 但真的肥瘦高的肥瘦更高 层文指出台头文是增加肥瘦的方向 实际上,也是有研究的根据 2018年,欧洲心肯的学会志印 也发表了一个研究文章 我发觉台文多了,冠心肺的机会都高了 研究人员都相信台头文和冠心肺一样 都跟血管促氧硬化有关 当然,这两者都跟血管促氧硬化压力 和胶原蛋白有关 可以说是大家的理论 但实际上的原因都不知道 但的确是发觉增加关系 当然,也不要太担心 是否已出现截团后出现大问题 但我会说定期的心肺检查也值得 美国心肺科学建议 20岁以后 每4年都应该要养胆固松 40岁以后 应该是每1年都要养胆固松 确保自己的胆固松是安全水平 第二件事 当然是鲜牛饮食的着手 所以很多包装食品 其实是有反肆脂肪的 反肆脂肪有什么好处呢? 它会练成食物香口脆皮酥皮化 如果我们在吃食物有这三个字 例如牛角酥、酥皮蛋撻 那些全部都是反肆脂肪 如果我用过分摄取的话 它不单提高我们的坏胆固松 同样地将我们的好胆固松 是正确增加军心病毒风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